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工作有些了解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法医往往能够让死者开口说话 在宁夏十嘴山市就有这么一起奇色的案件 死者的身上伤特别离奇 只有腰腹部有伤痕 其他的地方完好无损 如果是普通的交通事故 死者的腿部肯定会有车辆撞击留下的痕迹 但是死者的腿部是毫发未损 那么这种伤是到底怎么形成的呢 在法医解剖室 法医陈丽正在对一具无名的男尸 再次进行仔细检验 他希望这一次能够解开死者死亡的真正原因 上线也是自己的耸伤 主要集中在这个腰腹部 当时对耸伤的形成机制有些疑问 死者是按照交通事故死亡进行的处理 但是由于至今没有找到第一现场的目击者 所以疑点仍旧存在 存在几个疑点 这个人下肢完好没有外伤 胸部和头上也没有明显的外伤和骨折现象 那这就很值得人推敲 法医结论将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最终定庆 到底是属于交通事故 还是存在其他情况的伤害 大家等待法医给出一个最终的说法 尸体呢 是当地几个小孩子 在前几天外出玩耍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的 说是在龙湖旁边的一个路边上有水沟里 发现了一具尸体 怀疑是交通造势导致这个人死亡 要求我们出警 发现尸体的现场 一开始就显得疑点重重 发现尸体的提标损伤 比较符合车辆撞击的 撞击痕迹的损伤特征 初步推断这是一起交通事故 我们一看挺奇怪啊 这光一具尸体这是咋回事 就跟那个我们就 因为我们一般交通造势 交通事故都是有车呀 有人才能交通交通事故 挺奇怪是一具尸体 是啊这交警天天和事故打交道 一般来说呢 有死者的地方都会有刹车痕迹 有车辆的撞击碎片 可是呢发现这具尸体的地方 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有一具尸体 而尸体上偏偏 还就是腰腹部才有撞击的痕迹 其他地方根本没有 如果说是交通事故 什么样的车才会撞出 这种特殊的伤痕 死者是一名2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 虽然对死者的死亡原因 存在疑问 而无法立刻的定性 但是刑侦和交警两个部门 一致认为 如果不是自身原因 造成的意外死亡 这里应该是一处抛尸现场 死者的死亡时间 估计在四天之前 如果是他杀 死者的身上 并没有暴露出他杀的痕迹 但是这究竟是不是 一起交通肇事案呢 对于认定过 无数次交通事故的交警们来说 死者的死亡状态 从根本上就值得推敲 受害者的伤痕很奇怪 头部 胸部 腿部 没有明显的伤痕 那么如果是车祸 到底是什么车 才能撞击出这样的结果 法医们的责任 就是要首先找出 死者身上的致命伤 发现有几根肋骨是骨折的 这个伤情的出现 让侦察员觉得 这起案情似乎并不像 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 当时我们还判断是不是 我们不能打架打死 但是受害者死亡四天之后 才被在第二现场发现 想找出线索恐怕并不容易 经过对受伤部位的逐步解剖 法医从技术层面 给出了一个相对准确的结论 发现尸体的胸腹腔 大量积血 多脏气破松 进而更确定地推断出 这是一起交通事故造成的损伤 从受害者的异着痕迹来检验 到法医的伤情确定 警方可以肯定 死者的确是出了车祸 经过我们分析 我们认为这个人是在车辆高速形势中被撞飞的 根据我们的习惯 那么再去设想一下 那么什么样的车辆在撞击到这个受害人腰部的时候 那么导致他死亡 那么在其他的部位呢又没有受伤 你比方说他的上半身 包括下半身 这个都没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被撞击的痕迹 从我们处理了大量的交通事故来讲 这个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的车去撞 是撞到腰这个部位 而且不至于受伤到其他部位 死者的确是一种令人费解的死亡状态 发案的时候呢 现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让人深感疑惑 我们考虑了这个综合起来呢 我们认这个当时有一个非常模糊的这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可能属于半蹲状态 这是半蹲 那么只有半蹲状态 很有可能能形成这种东西 但这个时候我们又有疑问了 这个人在路中间 这个位置在干什么呢 对于受害者当时在第一线上的状态 交警大队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2月22号的下午 交警支队再次召开了会议 听取了侦察员对无名染子 死亡原因的最后推测极论 通过这个伤 我们当时觉得这个伤特别可疑 虽然法医确定这个是交通事故撞死的 但有没有可能是故意的 对于受害者怪异的受伤部位 侦察员们相信科学的检测 但是大家怎么也想不出来 一个正常的人为什么会半蹲在马路中间 当时事发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稍后我们接着网友看 死者生前赌气出门 他到底是遭遇了什么不测 他家人还提出一种情况 说是他曾经喝完酒 喜欢闹事 被他几个朋友打过 当时打得还挺重 长达半小时的超长通话 是否跟死亡有关 怀疑是不是自杀的 因为这个通过了解这个当时这个死者的情况 他当时情绪特别不稳 死亡疑云 潘雅正在播出 前面我们说到了 宁夏石嘴山市的民警碰上了一起奇怪的案件 法医认为死者是被车辆撞击过的 但是为什么死者身上只有腰腹部有伤呢 民警认为只有死者半蹲在马路的中间 才会造成这种伤情 可是一个大活人呢 为什么会大半夜半蹲在马路中间呢 死者的身上呢 没有任何这个有价值 能够证明他身份的这个东西 警方围绕着一个月内 网上登记的石嘴山地区失踪的男性 进行了逐一排查 同时呢 在发现尸体的区域内 大量发布协查通报 到下午的三年多 我就也是几个群众打电话 说是哎呀 说你 他家那个有一家人 人已经孩子失踪了四天了 他们也找了 一直没找着 说你看看是不是他家的孩子 他说撤击把我拿到大河河的 九戒队嘛 青戒队 青戒队一往说是这样的九戒 就打电话一往说 已经送到那个 冰冠了 说这冰冠 我会撤击把我 你送到冰冰冠 被小子那边拿出来 找个孩子 受害者名叫赵晨 是这家人的大儿子 按照他父亲的话来说呢 在家里头 生活都靠着这个儿子 导致你不知道孩子 都就是这么要的 对吗 谁都不知道 全是那个少 谁都 他 他自己也很深刻 人生中 最伤心的事情莫过于白发人 送走黑发人 看到自己的孩子的遗体 死者的家人伤不欲绝 当时回来 我父亲都闹下 上下说 还学着给我父亲都不能说 学着好多天 我都偶尔 偶尔个家不得人家 其次个家不得人家 好像是脱了心 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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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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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家里人对孩子失踪 前一天的描述 警方确定 事故发生的时间 应该是失踪的当天 也就是2月17号的晚上 当时呢 他是过年的 这个走亲 走亲房友 那么中午喝点酒 吃完饭 下午呢 在家睡了会觉 等到晚上 当这个七点多起来以后 这个由于家庭的琐事 跟这个父亲呢 发生了争执 然后赌气呢 就出门了 那个孩子 一喝了就去 说话用的程度上 也没有多大气 就在家里来 我就给说了他几句 不是个年头解下啊 不是不叫你喝酒 你喝酒 说喝一点啊 你不要喝的 说话也照顾不了啊 把你自己控制不了 除了和父亲闹过别扭 喝酒会不会是导致 案件发生的一种 内在因素呢 他家人呢 还提出一种情况 说这个 他曾经喝完酒 喜欢闹事 被他几个朋友打过 当时打得还挺重 打成重 那个连航 是有个口子 十几里面的口子 挺重的 他家人怀疑 是不是会打死 根据家人的陈述 警方分析 如果喝完酒 被打了之后 在一种 懵懵懂懂的状态下 蹲在公路的中间 被过往的车辆 撞击身亡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他还有一个亲属 那么 据他这个亲属呢 给我们就是说 他估计 应该是有 至少有两千元 几千元的现金 警方在抛尸现场 和受害者的身上 根本没有看到 这点呢 结合受害者 肋骨骨折的情况 又让警方联想 会不会遭遇了 抢劫在先呢 其实家人提供了 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死者 失踪的时候 还有个手机 这里有一天我去 拨了几次电话 但是没做人 除去再不回电话 咱们去走机来呀 这你在四处大厅呀 将近 没有一直接 咱们要走呢 何必咱们一个 大活人 从四十的晚上 去都现在不回家 谁能不走机 一直都 走得持久 那么我们在现场呢 在这个抛尸现场呢 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也没有手机 手机到底在哪里 检查员们意识到 手机的去向 将会是一条 关键的线索 我们就想通过家里面 提供的手机号码 在电信部门呢 就调取了一部分 这个通话的记录 手机画单上显示出 死者失踪那天 甚至到了生命 最后一刻的通话记录 警方的疑问是 最后的这一个联系人 会是谁呢 因为这一次的通话时间 竟然长达半个多小时 意外的是 侦察员们和这个女孩子 通过了电话之后 反倒引起了 他们对死者死因的 另一种怀疑 怀疑是不是自杀的 因为这个 通过了解这个当时 这个死者的情况 他当时情绪特别不稳定 通过他了解 他死者当天下午喝了酒 喝酒电话里面呢 跟这个女朋友吵架 他们那个女朋友的乐爸 他们就是 那个家财同那个 就是 那么孩子这个 最不好嘛 就是对他那个 灭发家 一破财嘛 也就是 灭自的佛情 不愿意这样 他们两个人 走到一块 但是这个小伙子 死者呢 说是不舍得分手 说是感情这么深 不舍得分手 小伙子说 哎呀 说你要分手了 我就不想活了 要死 这个也是当时我们特别怀疑 说这个人 是不是有可能自杀 从科学的角度来认定呢 导致受害者死亡的 的确是一起交通事故 但是随着案情的了解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可能 交织在了一起 比如说 自杀 去碰车 被仇人 故意开车撞击 等等 各种各样的猜测 这一时间呢 还掩盖着案情的真相 他女朋友提供的一个 我们认为比较关键的 就是他们两个人 正在通话的时候 因为对方 双方都没有说到挂机 关机的时候啊 就是说通话结束的 这么个结束语的时候 突然之间这个 这个男的这个手机呢 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这个时间呢 正好是卡到八点半 八点半左右 这样我们时间 基本能确定 他这个死亡时间应该是 事故发生应该是 当天 当年初四 二月十七号晚上的 八点半左右 这样我们就把时间确定了 手机这条线索的出现 使得案情更加的扑索迷离 有可能是人捡到手机了 一种可能就是犯罪前 也把这个手机拿走了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 什么 迷迹证人啊 看见事故用过的时候 看见这个事故 把这个手机捡走了 对方的身份 无法进行探阻 手机呢 也一直处于 无人接听的状态 肇事车辆的司机已经跑了 那么死者到底是被无意撞击 还是存在自杀的可能呢 目前已经无法证实 目击证人呢 因为这个事故地点 是在已经确定以后 因为在周围 肯定是那个时间是 过年时候 经常外出的人也多 我们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 以龙湖六战那边经常走访 因为肯定是 那个时间周围的人 肯定要出来 出来就可能看见这个事故 在梳理了多条线索之后 目击证人终于出现了 是听到了响声 但是没有 没有目睹这个现场 但是响声 听到响声以后 他们非常快的速度 就是跑到现场 发现了一个 这个发现人和车 当时都在想 证人对现场的描述 却没有让警方的心情 因此变得明朗 因为四天了 人的记忆力都有 可能有减弱的情况 四天了 人可能当天 印象比较深 这个事情发生比较深 四天以后 他印象模糊了 尤其交通事故 就顺天的事情 轿车是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 目击者 都记得清楚 不过目击者向警方描述 就在这一瞬间 他们看到有三个孩子 在往一辆浅色的轿车上 抬一个人 目击者说 他们看到有三个孩子 在往一辆汽车上 抬一个人 三个孩子 难道这事 是孩子做下的吗 警方觉得 这些案件 似乎越来越难查清了 但是呢 不管是什么人 明显认为当务之急 就是要找到 这三个孩子 才能查清真相 那么三个孩子在哪里 他们跟死者 到底又是什么关系呢 死者的手机突然有了通话 背后神秘人物到底是谁 这个手机呢 还在使用 你最近什么样的人在使用 这个人呢 跟我们这个案件呢 有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救人之后 却选择异地抛弃 特殊伤口到底是如何造成 到现在抱怨自身 为什么当时不冷静一点 死亡疑云 潘雅正在播出 前边我们说到了 有目击者说 他们看到三个孩子 在抬一个人 那么这三个孩子在哪里 他们为什么要抬一个人 这些案件的真相 又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目击者说 他看到有三个 十五六岁的孩子 那么到哪里去寻找 这几个孩子呢 不要说十嘴山市 就仅仅是在当地的一个区域内 十五六岁的男孩 不下一千人 这要是漫无目的地寻找下去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最后的答案呢 吃饭现场应该是离 有一个加油站不远 一个二三十米远 但是我们知道现场以后 通过加油站也调查了解了 这个加油站呢 没有这个任何情况是 案情进行到了这里 恐怕再有经验的侦察员 也一时理不出头绪来 三个孩子 没有明显的体貌特征 目击者也没有记住车账的型号 死者的手机 这个时候又不知去向 到底如何才能把侦破工作 更有效地进行下去呢 就在我们感觉 线索越来越少的情况下 电信部门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电信部门带来的惊喜是 死者丢失的那部手机 在2月23号 也就是案件开始侦破的第二天 打出去一个电话 这个死者在现场呢 在这个偷射现场呢 我没有发现手机 但是呢 这个手机呢 还在使用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在使用 这个人呢 跟我们这个案件呢 有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 当时我们比较困惑的一点 2月26号天刚刚亮 办案民警 找到了死者手机的使用者 看到他这就是一个 我们这儿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农民 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 背景 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 作案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这个农民的手机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就说是捡的 这是三个孩子 当天晚上在那个现场 在那个出去玩的时候 看见一个交通事故 事故人 这个照射车 司机把人拉走以后 手机在地上撂 把手机捡走了 捡手机的这个人 这个孩子呢 恰恰就是当时事发以后的 三个目击证人的 其中之一 对于警方来说 这无异于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对于小孩承受呢 是照射司机要拉他去医院 所以三个小孩帮忙 把这个受伤的人开到车 对于照射的车辆和人员 孩子们给了警方一个 比较详细的描述 三个孩子 对于我们反映的情况是 当时车辆的驾驶人呢 是一个男的 然后男性 大概就不到四十岁 这个年龄段 那么还有一个 旁边还有一个女的 描述的车呢 是一个 类似酸塔纳2000的一个车型 通过三个学生的陈述 警方判定了 照射车辆行驶的方向 但是 头一车 他没有看见这个车牌号 这就给他 又增加难度了 警方决定 通过行驶方向 不远处的 闸口监控点的监控照片 对过往车辆 进行搜索和比对 尽管时间测算得很精确 但是呢 在这个时间段里 却没有发现 有桑达那2000这种车型 从闸口路段经过 从这个监控点 到出发现场呢 中间没有其他的 这个可以逃 可以逃流的其他路部 那么只有这一条路 照射车辆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消失了呢 这让警方对 检手机的那个孩子 说的一些证词 产生了疑问 孩子说没有车牌号码 而且跟我们描述的车型呢 就是桑达2000 那么后排照 前排照 说得非常肯定 而且说得非常具体 就是没有排照 而且特意的 他还陈述的说 是我还看了一眼 没有发现排照 通过闸口的所有车辆 为什么单单就没有孩子 所说的桑达那2000呢 当时就觉得 这三个目击的孩子 撒谎 如果警方面对的 真的是谎言 那么所有的分析工作 都只能是从头再来了 这个时候警方 突然有了一个灵感 因为案发的时间 就是大晚上 光线很差 而目击的又是几个孩子 会不会是他们认错了车型 比如说 很多人经常会把 捷达这种车 误认为是桑达纳 根据这种思路呢 民警再次梳理 果然一辆可疑的车辆 出现了 这个干A 6150的车 这个白色接打车 这个我们在监控上看到 确实是个男人的 在驾驶车辆 旁边出驾驶 出驾驶上面是一个人 在综合了各方面的信息 大胆地排除了之后 警方呢 一直认定 这就是肇事抛尸案的 嫌疑车辆 但是信息呢 咱们上网查个信息 没有电话嘛 没有联系方式 只知道是甘肃 南州市高兰县的车 有了这些线索 很快警方锁定了 开车人的身份 他呢 名叫陈戴红 自从事故发生完以后 比较反常 尤其是年后 这个人情绪特别不稳 经常是外出 他们情绪不稳 跟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嫌疑越来越大 然后当地警方配合 对这个人就实时地抓捕 3月5号 犯罪嫌疑人陈戴红 被压解回来 这些交通 讨厌的侦破之后啊 司机被抓回来 非常悔恨 可以说当时就是 一念之差 产生了这样的结果 他都有轻生的念头 真的 自己老贱责自己 到现在抱怨自己的 为什么当时不冷静一点 为什么不多思考一点 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后 警方对事故的因果关系 进行了梳理 终于理清了 这起奇案的前因后果 司机当天是从兰州开车 开了将近就是 600多公里 已经疲劳了 这是那种疲劳驾驶 给他事故 这是一种情况 就是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超速驾驶 这边呢 肇事司机不但是超速开车 而且呢疲劳驾驶 那边呢 死者又喝醉了酒 在跟父亲和女友闹了矛盾之后 他竟然蹲在了马路上打电话 就这样 一起离奇的事故发生了 经过进一步的 尸体检验解剖和抽血化验 发现这个人是喝了酒 血液酒精浓度 已经达到醉酒浓度 嫌疑人陈戴宏说 事故发生之后 当时呢 他并没有想逃跑 他如果把那人送到医院去了 救治 就话说 如果得不到救治 人死了 也是另外一种情况 也是一种普通的交通造势 事故发生之后 陈戴宏当时想抢救伤者 于是呢 他叫来了路边现场的三个孩子 帮忙把死者抬到了他的车上 可是后来 开了一段路途之后呢 陈戴宏是越想越害怕 咬了一下那个人 摸了一下 看那个人整个就 没喘气那些 就我感觉就 感觉他已经死了 当时脑子就跟闪电一样 就一下空白 一下有反应 在恐惧心理的驱使下 陈戴宏狠了狠心 又把受害者 从车里搬了下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念头 让陈戴宏的行为 已经不再是简单的 交通肇事逃逸 义失足而成千古恨 陈戴宏原本应该积极地抢救受害者 静戴120的一生和交警的到来 但是呢 他的逃逸和抛弃死者的做法 使自己的行为的性质完全变了 人一生中呢 会碰上很多的事情 有的时候 就是一个错误的念头 就会使自己的人生道路改变方向 对此 我们呢 不得不慎之又慎 好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拍案 明天见 乘客一路谈笑风生 为何到达之后 却不省人事 上车的时候很正常 到了这个地点之后了 就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行了 身受重伤 为何能若无其事 青年男子死亡背后 到底有何隐秘 他这个伤痒已经升起了心脏 拍案特别节目 其案追踪之